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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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子瑜 歡迎來到三分鐘買房基礎教室 最近政府表態支持買賣房屋採食品制 在市場上掀起了一陣話題 看到這裡也許有些人就開始疑惑 什麼難道評數還有不實的 因此履於未來幾個禮拜就要來告訴大家 房屋評數如何計算 全壯要怎麼看呢 那我們就來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其實石坪制指的就是公共設施的坪數可以登記 但是不計價 而大家要先了解的是 石坪與虛坪通常是公寓大廈才會出現的名詞 透添錯因為從土地到建物都是屋主自己所有 並且都是以整棟計價 因此也就沒有石坪與虛坪的計算問題囉 首先石坪指的是只有屋主自己擁有 能夠完全支配使用的坪數 簡單來說就是平常要拿鑰匙打開門進去 而完全只屬於自己的私人空間 至於虛坪呢 指的其實就是公共設施的坪數 也就是必須要與其他住戶共享 而非私人所能獨佔的部分 買房的時候大家要知道的是 您所購買的房屋面積裡面 其實包含了主建物 附屬建物 以及公共設施這三項面積的總和 而所謂的主建物 指的就是房屋的主要部分 簡單來說也就是實際的室內面積 購買之後可以自由進出 並且主要使用的區域 而接下來附屬建物的部分 附屬建物指的是與主建物相連 並且專屬於主建物的設施 這部分也都歸屋主專有專用 不必與其他的住戶共享 而在這邊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某些部分如果是在屋外 雖然是與主建物相連的附屬建物 但這個部分則是屬於公共設施的一部分 雖然屋主沒有完全的支配權力 但卻也是包含在銷售的評數當中喔 至於公共設施的部分 公共設施指的是住戶共同使用的部分 通常是公寓大廈才有 公共設施越多的房屋 通常可用的設備自然比較多 不過相對的室內空間也會沒有那麼理想 建議大家購物之前要先想清楚 未來那些公共設施是不是生活上所需要的呢 最後快速回顧 買房時後 房屋面積裡面包含了 主建物、附屬建物、公共設施這三者的總和 其中主建物與附屬建物 是屋主可以獨立支配的部分 就是大家所說的食品 而公共設施則是要與其他住戶共用 也就是所謂的虛平 提醒大家在買房之前 一定要弄清楚各部分的面積 了解確實可以支配的面積大小喔 感謝您收看這個禮拜的 子余三分鐘買房基礎教室 如果您喜歡這支影片 希望您能按喜歡以及分享訂閱 也歡迎您在FB上搜尋紅色脂肪 幫我們的臉書粉絲團按讚 並且在LINE搜尋 加入子房情報分享會的LINE社群 我們下個禮拜二晚上九點再見囉 掰掰 掰掰